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家树的事 曾一开车带着龙美新出了县城直奔靖山 去年的千亿考察团拉来了投资 要在靖山建立一个风景游览区 由投资方和县旅游局旗下的旅游公司共同开发 现如今这个工程已经做了一大半 主要是铺设台阶护栏 加装防护措施 对于风景区的几个景点进行优化 设立观赏区游玩区 另外就是增加服务配套设施 总不能让游客爬到山顶 一瓶水都喝不到 手机也没信号吧 车子到了山脚下 景区门位一看 就赶紧打开大门 对于招商局的汽车他们已经很熟悉了 放行之后又立刻通知了景区的负责人 增议到达景区管理中心的时候 景区和投资方的负责人都已经等在楼下了 景区的负责人叫彭小山 矮矮胖胖 一张圆脸见了谁都是笑 就听他说道 增机长欢迎欢迎 又辛苦您跑一趟 增议推门下车 呵呵笑着 我过来看看工程的进展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龙美心小姐 大财主 彭小山赶紧说 欢迎 欢迎 他刚想伸手 看龙美心没有伸手的意思 那伸出去的手就在大腿上搓了一把 说道 龙小姐可是咱们南云的贵客 快请进吧 里面已经泡好了将军茶 增议抬头往山上看了看 问他 那一片是怎么回事 哦 是一些慕名而来的游客 他们在山上搭了几个帐篷 露营呢 增议奇怪地问他 景区不是还没有开业吗 哦 增机长不负责旅游事务 可能不知道 自打咱那将军茶出名之后啊 今年一开春 咱们县里就来了不少的游客 这数量啊 是以往同期的十几倍 县里那几个招待所 还有宾馆呢 都住满了 预约都排到了下个月 好些找不到住的地方的游客呢 就在山上搭起了帐篷 县里现在最畅销的产品呢 就是帐篷了 百货公司都进了好几趟货了 彭小山陪小道 这都是增机长的功劳 搞火了将军茶 又拉来了投资 现在啊 咱们景山景区虽然还没有开业 可是景区和投资方对前景都充满信心啊 增议笑了笑 好啊 有信心是好事 他随即脸色疑似又说 可是还要把事情做得更周全一些 现在山上很多设施还没有完善 尽量不要让游客上山 虽然是不收门票 可是出了事故 景区肯定难掏其责呀 要是因此影响了县里的旅游大局 就更加得不偿失了 呃 是 我一会儿就吩咐下去 让人在几个入山口挡着游客 曾毅又叮嘱道 另外还要备一些必要的器材 以防万一 消防器材是必不可少的 急救用的药品还有担价 也要时刻准备着 彭小山是连连点头 是 曾局长比我们这些人都想得仔细呀 曾毅并不分管这些事情 也就是提提意见 不好再多说 当下说 嗨 我也是看见什么说什么 可不是要插手你们景区的内部事务啊 彭小山连连摆手 不会不会 曾局长千万不要多想 咱们可都是打心眼里佩服您哪 没有您哪有咱们南云的今天哪 我家里就种着将军茶的 今年光明前茶就卖了三万多块钱呢 比我两年的工资还多嘞 曾毅笑着打趣道 哦 是吗 可不要因为采茶耽误了景区的建设呀 彭小山却是一拍大腿 还真让曾局长说着了 现在这工程队啊 想找个南云本地的人太难了 全都忙着伺候茶树去了 南云县就要富了 龙美心在一旁 听彭小山这么讲 心里也是有些高兴 他做了那么多的投资 唯有将军查这个项目 让他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彭小山又赶紧伸手 曾局长 进屋座 我把工程的进展向您汇报一下 曾毅笑着说 汇报就不用了 要是工程上有什么难处和要解决的问题 就提出来 我帮你想办法 众人进了屋子 彭小山立刻端出茶 还有几样山里的野生干果 龙美心才不会听什么景区的事呢 他翻起一本介绍静山的宣传彩业 磕着干果 众人正聊着呢 有个人慌慌张张的跑了进来 是景区工作人员 连门都忘了敲 彭主任 不好了 彭小山就很不悦 慌什么 什么事 那个人急忙说道 山上的工程队打了电话 说是有两个游客在山上被毒蛇咬了 人已经昏过去了 什么 彭小山屁股下面就像被针扎了一样 猛的跳了起来 在什么地方 就在静平峰 坏了 坏了 彭小山的眉心立刻拧出了一个穿字 还真让曾局长给说着了 果然是出事了 静平峰位于景区的最深处 现在路还没有修到那儿了 有很长的一段只有很难走的小路 熟悉山路的本地人要从静平峰快速走到山下 也得半个小时 如果游客在静平峰已经昏迷了 那么被抬下山至少就得一个小时了 彭小山心里暗叫啊 哎呀 我的娘哎 可千万别出人命啊 这要是出了人命 景区怕是还没开张 就得关张了 曾毅也很清楚静山景区的情况 也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妙 他立刻说 彭主任 你马上通知县医院派救护车过来 我带着行医箱 现在就往山上赶 争取用最快的速度找到游客 好好好 好 彭小山这时也没了主意 我这就去给县医院打电话 曾毅也不耽搁 出门从车里取出行医箱 就朝山上跑了上去 龙美心在后面大喊道 我也去 曾毅转身喊道 病情紧急 耽误不得 我先走 你在后面 让彭主任派人送你 曾毅只喊了这么一声 却转眼上了好几十级台阶 龙美心一跺脚 猴子脱身的吗 窜得这么快 投资方的负责人也是有些担心 早知如此 就该派人严防死守 绝不让一个人上山 这可是要了命啊 景区还没开张呢 就先出了乱子 南云县现在可是打算趁着将军查的东风做大旅游产业呢 今天要是出了人命 谁还敢再来南云县旅游啊 旅游只是为了散心 可不是散命来了 投资方的负责人说道 美心小姐 我陪你山上去吧 她也赶紧往山上走 上山本来要比下山慢很多 但人命关天 曾义可是把老命都豁着去了 他窜得比别人下山还要快 完全就是跑着上山 半路一点休息都没有 不到二十分钟 曾义就跟被蛇咬伤的游客碰上了 被蛇咬伤的两个人 一个是向导 一个是游客 那游客还是个年轻的老外 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此时他们两个都被固定在几根木头做的简易单架上 由山上施工的工程队队员们抬着下山 曾义喊了一句 把人放下 我来处理 然后就快速赢了上去 工程队的人都认识曾义 听到曾义的话 赶紧把人放在地上 然后七嘴八舌的嚷开了 曾局长 你快给他们看看吧 另一个说道 这老外是游客 跟他女朋友一块上山来玩的 这个是山下村里边雇的向导 他们上山的时候还从我们干活的地方路过呢 谁知道没一会儿就给蛇咬了 另一个又说 是这个老外先给咬的 那向导为了帮他抓蛇又被咬了一口 不过蛇也给打死了 哎呀 也不知道是什么蛇呀 毒性这么大 一咬就把人给咬昏了 还有一个说 我们老家有这种蛇 叫出动赤链蛇 歹毒的狠 曾义这时候跑得浑身都湿透了 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那汗水顺着头发直往下躺 滴滴答答的 他连跟工程队这些人解释的力气都没了 这赤链蛇名字吓人 但一般是无毒的 现在很多地方都饲养赤链蛇吃肉 但也有人把他当作宠物来养 擦了一把脸上的汗 曾义长长的唤了一口气 蛇呢 被打死的蛇呢 有没有带来 带了带了 在这儿呢 工程队的人立刻就拎出一条被打死的蛇 大大的三角头非常醒目 浑身是枯黄色 背部还遍布着很多斑块 像是背着一块一块的褐色岩石 这是无不倒 曾义说完就赶紧又放下行医箱打开 工程队的人马上就议论开了 哎呀 我的妈呀 难怪这么毒啊 无不倒啊 曾义从药箱里拿出一个瓷瓶 倒出四五颗黑色的药丸 一下子全塞进嘴里嚼了起来 然后蹲过去仔细查看两个人被咬伤的地方 那年轻的老外被咬在了脚踝 工程队的人帮他用一条绷带在膝盖处扎了一道 防止毒液往上走 可膝盖一下 此时已经是紫青发黑 肿得老大 这老外是个白人 可这条腿现在却像是黑人 而那位向导是被咬在了左手上 他本来是不会被咬 那年轻的老外被咬之后 就喊着要抓住蛇 要看清楚是什么毒蛇 好方便使用对症的抗蛇毒血清 这向导就跑去帮他抓蛇 蛇倒是抓住了 可他却被反咬了一口 现在两个人都陷入了半昏迷的状态 意识也有些模糊不清 曾益看了一下伤口的形状就眉头微皱 这是冬眠了好几个月 刚刚苏醒的出洞五步倒啊 积攒了一冬天的毒液 毒性非常强烈 难怪一下子会毒倒两个人 就听呲呲两声 曾益分别把他们两个裤管和袖子 一把撕掉 然后扑的一声 把嘴里嚼烂的解毒药 吐在了左手手掌之上 大孙副医生 把这老外的腿抬起来一点 工程队的人立刻把这老外 那条受伤的腿抬了起来 曾益右手食指 沾了一块黑色的药泥 然后在这老外膝盖往上两寸的地方 绕着大腿画了一个圈 就像是给他的大腿上 套了一个黑色的环 放下吧 曾益说完这句 然后啪的一声 把手掌里剩下的药泥 全都糊在了那向导的胳膊上 然后开始涂抹起来 顺手再拿出一颗刚才的黑色药丸 塞进了那向导的嘴里 喂了下去 按说 这老外是先给咬的 中的毒应该更重一些 蛇的毒液会随着咬的次数增多而减少 但这老外伤的是脚踝 距离心脏较远 而那向导伤在了左手 距离心脏不过持续 毒液随着静脉血 很快就能回到心脏 一旦毒血攻心 那可就要不治了 蛇毒对心脏的破坏能力极强的 而正在此时 山上传来一声贺问 你们怎么不走了 就看到一个女的跌跌撞撞的走了下来 正是那年轻老外的女朋友 因为她走得太慢被拉在了后面 看起来这女的有些亚洲血统 黑头发黄皮肤 只是中文发音很不标准 不知道的还以为她的舌头 让五步岛给咬了呢 工程队的人立刻答道 曾局长来了 正在给他们解读智商呢 那女的冲到眼前立刻吼道 为什么不先救戴尾 毒蛇咬的第一个是她 毒液的浓度最大 毒性最强 曾义眉头就皱了皱 这种语气让她很不爽 不过她也懒得理会 更没有时间搭理这个女人 该怎么治 曾义心里非常有数 她把药泥涂抹完毕 立刻取出针灸包 里面是很普通的标准针灸针 曾义拿出一根三棱针 就刺入那响岛的左手虎口 开始放毒 那女的一看曾义这样子 就暴跳如雷 过去一把就拽住曾义 你要先治呆尾 听到没有 立刻马上给呆尾先治 曾义顿时恼了 这下差点把她刚扎的针 给弄岔了 她奶奶的 现在救人如救火呢 哪容得你捣乱呢 她说道 该先救谁 我心里有数 我是医生 那女的就指着曾义的鼻子喝道 我警告你 戴尾是你们中国的外宾 你们这是在 漠视外宾的生命 如果戴尾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们要 还没等她说完 曾义就大喝一声 滚 老子没请你来 你 你 那女的气得是浑身发抖 如果戴尾出了意外 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要向你们的省长 外交部部长去投诉 我要你们 为今天的行为付出代价 得罪外宾的下场 你是清楚的 曾义 懒得再理这疯子 重新捏住针尾 开始行针 要不是召集救人 他真想一脚 把这二鬼子女人踹下山 刚开始 这女的讲什么 毒蛇 先咬 后咬 曾义倒也能理解 可是一提说什么外宾 就理直气壮的 要求先制 曾义就火了 哦 外宾的命是命 那向导的命 就不是命了吗 要不是为了 给你抓那蛇 这向导怎么会被咬伤呢 而那女人又跑过来 又拽住了曾义的胳膊 我命令你 先给呆尾治 否则我一定让你 付出严重的代价 工程队的人 也看不下去了 你这将算老几啊 敢命令我们宗局长 今天要不是你们运气好 碰到了我们 这家伙就是死在山上 也不会有人知道的 老子们不要命的往山下台 这家伙二百多斤呢 已经够国际人道主义精神了 曾局长为了救人 也是玩命的往山上跑 整个人累的跟水里捞出来似的 顾不上歇一秒钟就开始救人 你竟然还在曾局长面前耀武扬威 真是给脸不要脸 狗咬吕洞宾呢 曾义一甩胳膊 把那女人推出去几步 你要是想投诉我 现在就去 从这往下就是了 你要是不想她死 就给我闭嘴 工程队的人也一起喝道 闭嘴 大伙心想 我们曾局长组在南云县 谁不得敬着 你他娘的算什么东西 另一个说道 你再敢多讲一句 你自己把她背下去吧 老子们不伺候了 那女的恨恨的看着曾义 不敢再吭声了 这群工人真要是撂了挑子 他就是能耐再大 今天也走不出这静山去 曾义从药瓶里 又倒出几颗药丸 递到那女的面前 告诉她 咬碎了 抹在她腿上 那女的拿起来 只觉得一股腥味扑鼻而来 差点就吐了出来 她一把就把那几颗药丸 扔了出去 这是什么脏东西 完全就是羊粪 我要的是血清 血清你明白吗 曾义的拳头就捏在了一块 他恨不得一拳 打爆对方的脑袋 这药乃是曾义亲手制作 专制一切毒虫咬伤 以前云游的时候 不知道救活了多少条人命 可以说一颗药就是一条命 现在竟然被这女的 一下子就扔出去好几颗 曾义的心疼的呀 都揪在了一块 那女的又咆哮道 这羊粪一样的东西 怎么能治病呢 你到底是不是医生啊 我要的是抗毒血清 在美国三岁小孩都知道 只有血清才能够解蛇毒 你是不是大夫 把真正的大夫给我叫来 曾义再也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 一直扇下道 滚 去找你的血清吧 再要是多一句嘴 我就把你踢下去 工程队的人 也是同仇敌愿 虎视眈眈的看着那女的 哼 敢说我们曾剧长不会治病 真是瞎了你的狗眼 谁不知道曾剧长是神医呀 那女王的病都能治好 何况一条小说 工程队的人 直接扬起了手里的家伙 听见没有 快滚 这女的给吓住了 你们 你们 戴维克是外宾 他要是出了事 你们一个都跑不掉 工程队的人就笑了 他自己被蛇咬死了 关我们个屁事 我们又不是救护队的 没义务救他 一个领头的人招呼了一声 弟兄们 留下两个 在这给曾剧长帮忙 其余的 全给我上山 开工了 他娘的 老子们辛苦一趟 一个蟹子没捞到 还惹了一身骚 另一个说 就是 完全就是个白眼狼 死了活该 旁边几个也说 就是干活干活 不干活 吃疯喝屁 自己的老婆孩子 还用不用养了 管这探子闲事 工程队的人 当即开始收拾家伙 准备上山 那女的完全傻眼了 没想到会出这么个变故 回过神来 她拉开自己的皮包 从里面掏出一打 花花绿绿的钞票 说的 你们站住 看见没有 只要你们把单位送下山 这些钱就都是你们的了 这是美元 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用 那工程队的领队 鄙夷地看了他一眼 然后一拍自己的胸口 哼 看见没 老子有这身力气 走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 也能找到口繁殖 旁边一个说道 留着你的钱当火葬费吧 那女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戴维是外宾 是外宾 这种事 她可是从来都没有碰到过 她一直以为 在中国外宾就是一等公民 以前也是 不管走到哪儿 一张老外的脸就可以畅通无阻 享受摆平一切的特权 那就是那些 平时耀武扬威的中国官员 也是能不惹老外就不惹 没想到今天在这小小的南云县 却遇到一群不难老外当外宾的人 真是穷山恶水出刁民 眼看着这些人们要转身走开 这女的赶紧说 中国不是礼仪之邦吗 你们就是这么对待外宾的 曾毅不屑的看了她一眼又说道 中国还有一句歌词 朋友来了有美酒 才狼来了有猎枪 听到没 她嘴里说着 手上却是不停 赶紧行针 以免毒血继续蔓延 那女的左看右看 最后一跺脚实在没辙了 走到曾毅身边 对不起 我我刚才失礼了 现在我向你请求帮助 希望你能给予我们一些帮助 曾毅手下继续行针 黑色带毒的血液 就从向导手上的伤口里 慢慢流了出来 她说道 讲 我希望你能帮我 把戴维送下山 曾毅实在是很厌烦这个女人 但是也不想看着一条人命 就在自己眼前这么就没了 她既然不愿意接受自己的治疗 就让她去找抗毒血清吧 曾毅就喊了一句 邱大哥慢走 那个工程队的领队正是姓邱 他扭过头来说 曾局长 你别管这闲事了 咱伺候不起杨大人呢 嗨 好歹是条命 不能让他死在靖山呢 辛苦各位一趟 就把他送下山吧 彭主任已经叫了救护车 这位姓邱的领队想了一下 又招手把工程队的人叫了回来 有些不痛快的说 今天就看在曾局长面子上 咱们哥几个走一趟 只当是人道主义了 把他送到山底下 其余的事 咱们可就管不着了 而那女的在一旁 也是急忙催促着 快走快走 曾毅眉头一皱 你不觉得该说些什么吗 那女的憋了半天 才说的 谢谢 得了 别假惺惺了 邱队长抬起那担架 还不忘对曾毅有说的 曾局长 这可就是一枚长良心的白眼狼啊 你可要小心他反咬你 曾毅摆了白手 示意他们赶紧抬人下山去 一马归一马 这女的是白眼狼 也不能因此怪罪到那男的身上去 反正自己也仁至义尽 是他不肯接受治疗的 这与下山是死是活 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了 邱队长他们抬着这老外下山 半路上就遇到了正气喘吁吁往上爬的 龙美心和投资方负责人 龙美心喘着粗气问道 怎么样了 曾毅呢 他怎么 还是个洋鬼子呀 这一路上爬过来 可着实把他累得够呛 邱队长没好气的说的 这洋鬼子不是好人心 曾局长好心给他解读 他们把药摔了 说是洋分蛋 非要找什么血清 投资方的负责人则很紧张 蛇咬伤人就算了 可怎么还咬了个老外呀 这不要把事情闹大了呀 他赶紧说 另一个呢 邱队长一指山上 在上面呢 曾局长都在指着呢 那负责人一摆手 哎呀赶紧着 救护车估计到山下了 你们加把劲赶紧把他送下去 邱队长在人家手底下接活干 还能说啥呀 赶紧抬着人就下山去了 长篇小说首席衣冠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